解放军肩负-20战斗机和美军F-22战斗机的外表隐身细节进行对比 展示了两者在建造工艺细节上的一同之处 从对比图中可看出 肩负-20压抑和机身交界处有减少回波设计 采用端面边缘斜销 使得各方向入射的电磁波都能被反射到其他方向 避免在两个垂直交界面当中不断反射加强形成强烈回波 所有偏转过面交界处都有这样的修边设计 从图中可看到 肩负-20压抑末端 主翼末端 尾撑断面 垂尾尖端均采用斜销设计 柔性材料封闭前缘精益 作动机构开口 可减少电磁波反射 从图中可看出 肩负-20边缘斜销处理 避免偏转式翼面机身 垂直交界面形成强烈回波 柔性材料封闭缝隙 即使最大角度 偏转也不会露出缝隙反射电磁波 作动孔和铰链全部用柔性材料封闭 偏转时不会露出缝隙 柔性材料覆盖精益 偏转缝隙和作动机构 负其末端斜销 黄皮肩负-20战机更容易看到这些独特的缝隙 从图中可看到 肩负-20压抑末端 主翼末端 尾撑断面 垂尾尖端均采用斜销设计 柔性材料封闭前缘精益 作动机构开口 可减少电磁波反射 黄皮肩负-20战机更容易看到这些独特的缝隙 从图中可看出 肩负-20边缘斜销处理 避免偏转时翼面机身 垂直交接面形成强烈回波 柔性材料封闭缝隙 即使最大角度 偏转也不会露出缝隙反射电磁波 作动孔和铰链全部用柔性材料封闭 偏转时不会露出缝隙 柔性材料覆盖精益偏转缝隙和作动机构 负其末端邪销 黄皮肩负-20战机更容易看到这些独特的缝隙 与F-22的图片对比 就很容易探明白这些细节 美国空军F-22战机 F-22战机精益负易 作动同整流罩上的柔性蒙皮 与F-22对比 肩负-20连机翼末梢一巴掌掌的一点 没有覆盖柔性蒙皮的主意前缘区域 也精心做了邪销修行 细节上的功夫让人赞叹 隐身战斗机是个系统工程 哪怕微小的细节设计 不足也会让整体隐身性能变扎 这些细节必然会对设计和制造 提出极高的要求 但是世界顶尖的设计制造单位 仍然滋滋以求 说明这些细节绝对是决定性因素 而不是简单一个斜面棱线机身 配合着一些类似四代机的外观特征就可以 没有针对作战目标做出的复杂的细节设计和精致修行 很可能在世界顶级的对手面前露出其3.99代的本色 实际上 肩负-20隐身的细节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整个设计 2001号就体现出了这些细节特征 在后续的验证机和圆形机当中根据各种测试结果 逐渐细致修改直到完善定型 近日 有大陆军尼队解放军肩负-20战斗机和美军F-22战斗机的外表 隐身细节进行了对比 展示了两者在建造工艺细节上的一同之处 从对比图中可看出 肩负-20压抑和机身交界处有减少回波设计 采用端面边缘斜削 使得各方向入射的电磁波都能被反射到其他方向 避免在两个垂直交界面当中不断反射加强形成强烈回波 所有偏转多面交界处都有这样的修边设计 小编 什么时候可以实战PK一下 世界军备 请你关注支持 请不及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